OK 那么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说 我们给大家说呢 这四个函数啊 all filter cloud all buy 这四个函数 定用这个函数呢 会产生一个查询机 就是给你返回一个查询机 类的实例对象 那么你对一个类的实例对象呢 你可以继续调用上面的这些方法 那么对于一个查询机来说的话 查询机呢 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呢 就是多性查询 就是在你实际使用查询机中数据的时候 才会发生数据库的真正查询啊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性啊 叫做多性查询啊 什么意思啊 比如我们在这边 现在呢 我要去查询这个图书类 对应到表里面所有数据 我们在这边啊 在这边把它撬一下 我在这边去查的话 我直接book info.object.o 它是不是返回的是一个查询机 对吧 那么现在啊 我去接一下它的返回值 比如我叫接它等于book.s 那么你在这边 我一敲回车的时候 你就注意一下 这边有没有发生一个查询啊 回车 看不看到这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吧 这叫做啊 我们在使用一个查询机的时候 现在我们只是接了这个返回值 还没有使用它里面的数据 所以呢 它没有去查询数据库啊 只有你在使用它里面数据的时候 它才会查询 那比如说 我现在呢 要挡一下它的值 这个时候 我就使用了它里面的数据啊 你这样一敲回车 哎 这边是不是查了 看到没有 哎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特性啊 只有你在实际使用查询机里面数据的时候 才会发生数据库的真正查询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缓存 什么是缓存啊 当你使用 使用的是同一个查询机的时候 第一次 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数据库的查询 然后呢 把结果缓存起来 之后你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缓存里面的结果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现在 我直接book info.object 我们使用这个filter吧 id呢 大于等于这个 大于3的 大于3的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我去接一下 直接叫做books1吧 那么这个函数 是不是给你返回了一个查询机 对吧 好 我们在这边 现在呢 我也瞧回这 现在我没使用它里面数据 它是不是应该不发生查询 对吧 现在我要写一个列表生存値啊 就写上一个x f我们的x因这个books 好 我现在相当于便利它里面数据 是不是使用了 对吧 你使用的时候啊 这里面写上book字1啊 就使用了我们的book字1 在这里面 你一敲回车的时候 好 这里 我一使用它是不是发生查询了 对吧 它查询之后啊 那我现在再写一遍啊 你注意它还查不查啊 直接 好 回车 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了 对吧 那么你再去啊 你再去写 它就没反应了啊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特性啊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 你使用的是同一个查询机的时候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会发生数据库的查询 然后呢 结果呢 就被缓存起来 你再去使用这个查询机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缓存里面的结果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们只看到是不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发生查询了 对吧 后面就没有再去查询啊 这是查询机的两个特性啊 多性缓存和多性查询和缓存 然后的话 对于这个查询机的话啊 我们昨天说了啊 它呢 类似于这个列表 你可以呢 便利 你也可以对它进行取下标或者进行切片啊 但是你要注意的话 对一个查询机进行切片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查询机 就跟原来那个查询机呢 没有关系的 它产生的是新的啊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啊 还是我们这个重新建一个查询机啊 也是呢 Books啊 直接还是Books2吧 Books2 等于我们的BookInfo 点Objects啊 然后呢 点这个 哦 还是它啊 通过这个方法 我创建了一个查询机 那么我可以呢 对一个查询机呢 进行一个切片啊 切片呢 产生一个新的查询机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啊 Books2 然后切片 我比如说我要想取它的这个 哎 前三个对吧 我就写上一个 零 哎 冒号 后面写上集 哎 写上集 OK 那么这里面呢 哎 我们然后呢 接一下这个返回值啊 你注意啊 我接一下叫做Books3 哎 你等一趟 好 回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哎 你去 Type 哎 Books3 哎 它是不是一个 看到啊 它的结果是不是一个查询机 对吧 对啊 你注意啊 对一个查询机进行切片 会产生一个新的查询机 而且呢 它不允许为复数啊 它的列表 对进行切片的时候 列表里面下标呢 允许为复 对吧 但这个里面不允许为复啊 你写一个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0到复1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我们创建一个4吧 啊 哎 你一回上 哎 就给你报一个错啊 哎 negative啊 就是复的 复的 所以呢 是不被支持的啊 这是我们这个特点 就是哎 对一个查询机进行切片 会产生一个新的查询机 并且呢 下标不允许为复数啊 哎 这是我们限制一个查询机 然后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哎 我们怎么去取出查询机里面的 第一条数据啊 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直接进行 中括号查 中括号啊 你比如说 我们上面这个books3 对吧 它里面有这么几条 我要取出第一条 我就直接是books3 中括号 0 哎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我返回了 对吧 哎 给我返回了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0 哎 它里面 有这个数据啊 0是它有的 你比如说我取一个没有的 直接books3 我取一个10 哎 它里面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你注意它发生什么变化啊 发表 哎 给你报一个异常 叫做 index error 就哎 下标已经超出这个 哎 越界了啊 下标已经越界了啊 注意这个是 这个是中括号的方式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啊 你取出这个查询集的第一条数据的话 取出一个查询集的第一条数据的话 除了中括号0之外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啊 哎 就是先对这个查询集的进行一个 切片 是不是只取只取一条 对吧 哎 只取一条之后呢 然后直接调用这个get啊 直接就是我们的books3 然后切片 直接呢 只取这个0到1 哎 是不是切出来一个对吧 然后呢 直接get啊 也可以取出它里面的一条 啊 这个books啊 写错了 book3 books3 OK 哎 是不是取出这一条 没有 哎 取出这一条啊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 都可以取出一个查询集的第一条数据 但是呢 你注意它里面有这么一个 哎 说明是不同的啊 如果B0不存在的话 抛出index error 异常 如果这个B01.get不存在的话 抛出的是这个 DAS NOT Exact 这个异常啊 那你注意它俩之间的一个区别 对吧 这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这个呢 你做一个理解啊 然后下面呢 关于这个查询集的这个对象啊 也就是这个query set的实力对象 它这个对象呢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 Exist啊 这个Exist呢 可以判断一个查询集里面呢 是否有 数据啊 如果出的话代表里面有数据 如果false呢 代表 没有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 来一个查询集 books4 等于 bookinfo.objects. 点 哦 好 我要对它进行切片 比如我切片 books4 books5 等于 books4 books啊 books4 然后呢 切片 我就直接切上0 0 然后呢 到0 这是我 我一回撤 我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查询集 那我这 我这查询集里面有没有数据 没有对吧 我们切的相当于什么都没切出来 它就没有数据啊 你直接books5 点 Exist啊 然后你一看一下它什么值 是不是false 对吧 就代表你这个查询集里面是没有数据的 那相比来说上面这个里面呢 它就有这个数据啊 你直接是books4点Exist的话 你一看是不是返回这个初代表里面有 对吧 OK啊 那么这是跟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你可以呢判断一个查询集里面呢 是否有数据啊 那么 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查询集的一些特性 两个特性啊 一个呢是惰性查询 另外一个是缓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呢 去限制一个查询集的结果 你可以取下标 也可以进行一个 切片啊 切片的话 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对一个查询集进行切片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新的查询集 就跟原来那个查询集没有关系的啊 下标呢 不允许为复数啊 好 这一部分 这个函数呢 就是可以判断一个查询集里面 是否有这个数据啊 就像一个人的查询集里面